近载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这样请多知 从上上礼拜五 我就跟你预告这个盘 要开始整理 整理盘怎么操作 急涨急跌反向操作 急跌的时候 就是你买股票的时机 所以当昨天开高走低的一个盘式 我怎么看待这个盘 昨天开股 高低点大概150点 昨天只跌一些超高价的个股 比如说翔硕跌停板 微影跌停板 其实这些高价股 一般的投票你是不会有的 你来回顾一下 秦老师当时候 翔硕是从142块钱 开始告诉你们 这档极有股是可以买的 那翔硕呢 经验度最高涨到快2000块钱 现在1000多块钱 翔硕你敢买吗 微影这档股票 当时候是300多块钱 我告诉你可以买的 5G最赚钱的公司啊 那微影最高涨到快900块钱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秦老师选股的功力 抢不抢 你看这些股票的一个涨幅的倍数 你就知道 为什么价值行投资节目内容 党党选的标的 都是非常棒的集有股 所以昨天虽然这些高价股 因为涨太多了嘛 涨多的回档修正很正常啊 重点是轮动轮涨啊 超高价的个股跌停板 但是中小型的个股 还在涨停板啊 左燕台股 涨停板的加速 上市贵加起来58加 跌停板呢 也不过14加嘛 轮动轮涨的一个盘是 很健康 遇到级跌要敢跟我买 好不好 成本比较低嘛 风险跟着降低 金台股上涨62点 你所看到的是 上市贵加起来涨停板的加速 35加 跌停板加速也不过6加 是不是多方胜出的一个盘式 既然是多方胜出的盘式 你就大胆的跟秦老师 一起来逢低承接一些强势机油股啊 比如说我们当时候 买进100多块钱的降硕 我们当时候300多块钱买进了违影啊 你看看这档连马克 现在是高档还是低档 我问你啊 现在高档还是低档 当时候高档有利多 我告诉你这边要卖 现在低档有利空 我告诉你这边要买 这就是反市场的一个操作 8月20号连马克重挫 打到551 按计划大胆低接在566 这是我当天的动作 27号隔天大涨来到606啊 我跟你预告 隔周 有没有 会震荡千万不要怕 那是你再度承接的时机啊 所以整一个连马克 有没有下来 真的震荡 回档修正了5天啊 第二只脚买点 很肯定的告诉你 我在买连马克 哪一次是告诉你用追的 我都趁他回档重挫的时候 告诉你可以买啊 8月28号第二只脚买点 买在566 很精彩啊 上礼拜礼拜了都在566 一样滴接啊 一样滴接啊 这些抗讯都跟你对加过了啊 564一样可以滴接啊 滴接完之后呢 连涨几天 连涨了三天啊 577 609到615 上礼拜次 我跟你预告 连马克会开始震荡 会开始整理 最好是在解盘 在分析个股 我不会用画大饼的眼光 来吸引你的目光 你会看到 有些分析师 每天都只想做生意 都只想收费员 做多的漫天喊价 说这个盘还会大涨 还会再涨几千点 那做空的人 就告诉你这个盘 还会再重做 还会再重做几天点 吸引你嘛 恐吓你嘛 就是要跟你做生意而已嘛 金老师解盘 够不够精准 我会有没有在上上礼拜 我告诉你这个盘 开始震荡整理 有没有被我讲中 有没有被我讲中 如果我看有做股票 甘当三世 还有那些负责的钱 如果我看不过 整天浪化 那是没有比较大的 所以联巴哥 上礼拜四 我又再度跟你预告 他会开始震荡整理 那震荡整理完 我认为还是会在走高 所以当上礼拜五 震荡整理一个架构 594 新会员一样低接 早一点参加的买560 上礼拜参加的买594 一档股票 只要还会再涨 我常告诉我的新会员 你不要说 560没有买到 所以594不可以买 因为他回不去了 因为他已经逐出 一个漂亮一个双底了 第一只脚 第二只脚 第二只脚一定会弹升 弹升的压回 这就是一个买点 就是这样是不是 所以594再度的低接 低接完之后 来到610 昨天回档了 跌到598 我说多震荡一下是好的 漲起来 昨天联邦科是低的 昨天联邦科是黑鸡棒的 跟昨天大盘一样 开高走低的 我的看法有改变吗 当一档股票 涨多的回档修正 如果是一个洗盘 对它未来走势是正面的 股票不可能每天涨 涨多要不要回档 要不要修正 要不要洗盘 那就是你对盘中 一档个股的量价筹码的看法 决定它未来走势吗 所以当昨天联邦科 开高走低 来到598 多震荡一下是好的 因为震荡完 洗盘完之后 它就会再度的走高 今天联邦科 最高来到614了 今天收盘还涨6块钱了 有没有如同我昨天规划 行情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像是在分析盘市 在分析个股 我有没有准备好 因为我看了够透彻 所以我给你的预告 通常会成真 在预告当下 你盘中跟我来动作 你会比较安全 懂吗 所以今天买件哪一档 生技股 这档国光升 新冠疫苗的概念股票 大家都知道 我等了它多久的时间 你知道吗 等了它两个多月的时间 这要三角形收令形态突破 当然可以买 等待是有价值的 这要一个形态突破的发动点 来对视对价一下 9点39分一个国光升 新冠疫苗概念股票 强势整理末端 三角形收令整理的末端了 是不是 告诉会员74附近买 经过两分钟 你们看到41分 我告诉会员 把这档股票卖掉 资金转买国光升 清楚吧 9点41分 国光升的股价73块半 所以74保证一定成交 卖出一档股票 转买国光升 买占73块半 清楚 结果亮灯 77块9 这样买下去 有没有超过半根 你自己去算就知道了 从9点41分 这边位置开始 这边都在74以下 买完之后慢慢的拉高 尾盘工涨停 77块9 投资是我的免购 不会动的股票换 千老师可以帮助到 你一个地方就是 一般投票都是买了 不会卖 套了不会换股 舍不得 不知道要换去投一基 三无保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是不是 把这档股票卖掉换国光升 国光升买在这档股 这个位置 买完之后他亮灯 这样不是很过瘾吗 今天卖掉那档股票 首盘的位置跟我卖的位置差不多 明明相换 但是换到国光升 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亲爱观众 国光升 我等了他两个多月 等待有没有价值 你之前买国光升的 上上下下起起伏伏 不太容易赚 但是我今天立马就赚掌停 那不是最漂亮的一个店吗 最漂亮的一个位置 就是买了马上现赚 那不太厉害 是不是 这个时间价位 你去对保证一定成交 国光升的一个量人7万多张 你认为 秦老师的一个全体会员 是不是很好上车 7万多张的一个个股 你应该知道是哪一个等级会的股票 是不是 那我是把昨天的瑞基 卖掉去换国光升吗 同样是新冠疫苗概念股票 是吗 不是 今天瑞基 大概一点钟左右 又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问了 问什么 又来了 自己找盘埋在这个位置 杀下来 差了二几块钱了 就打电话进来问我的助理吗 瑞基他买高耶 怎么办 能不能请 秦老师帮我解套 我就参加秦老师的会员 通常会这样讲的 都不会参加 其实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常常跟你讲 不要看完我的节目 自己去买我的股票 你买股票玩我一天 卖股票玩我一天 一来一往差两天 你真的买股 你常常的捏股票 我没你骗了 所以呢 你今天买在这个位置的 我会带会员去追这个位置吗 昨天该买就已经买好了 那今天呢 何苦去追那个短线的高点呢 不要犯了那种追高的毛病 谢谢你们的支持 你们喜欢看我的节目 我很感谢你们 很多不管是观众还是会员 都会帮我介绍他的朋友来参加我的会员行列 真的很感谢你们 所以我也常常提醒你 如果你印证秦老师的一个操盘风格 你印证了我那么多档个股的进出动作之后 我希望下一档好好的坑 下一趟好好的坑 谢老师盘中给你的买卖点一定有价值 昨天的瑞姬 我等了他200多块钱 当时候六七月份 我说我看空生技股吗 所以当时候我告诉你生技股要减码 我不想要六七月份 秦老师的一个言论 你也有没有接收到 如果有瑞姬你不可能买在这个位置 买在435这个高点吗 因为当时候我告诉你 生技股我看空你要卖 是不是 当他跌了262块钱了 双跌的形态出来了 这叫黄金右脚买点了 七月营收年长率超过一倍 高达154% 昨天买在208 这时间加位给你对过了 买完之后亮灯来到220 那今天瑞姬呢 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 我不可能带会员去买这个位置 尾盘撒到206 我依然看好 这是我给你的结论 高票要怎么走 其实秦老师都看得很清楚 有眼光的分析师 会告诉他们会员 这样股票未来会怎么走 而不是短线那么冲来冲去 望宏是未学干领股票 昨天三个月的形态被突破 而且出现一个新天亮高达16万多张 想不想 三个月是长波段的时间波的转折 出现新天亮 我说昨天可以买 那今天一个望宏呢 成交说到7万多张 比昨天的16万多张呢 大概少了二分之一以上 量说整理在平盘附近震荡很正常 高票不可能每天去 但是要转大波段 那是有专业小问的 那是有美国的 今天这档微星跌到133.5 还是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问 他买在相对的高点怎么办 火星来的 微星连续三根黑鸡棒 我只能告诉你 连叠三天的微星不要杀低 因为它基本面还不错 电竞主机板的微星 电竞的产业 应该是目前全世界的一个需求产业之一 所以行情就如同老师的规划 他在震荡整理 震荡整理过程 起掌机器的反向操作 操作难度虽然比较高 但是你跟着高手一起来操作 你一样可以迎刃而解 这个盘式的一个难题 所以再回到节目现场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轻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关线 0800-868-365-0800-868-365 程度顾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用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筑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待尽保证待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小 灵活孤手 是能追求财货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关线 0800-868-3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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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0-868-365 他单位 千般不趟落跑啊 违规俱缘案件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 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调扣驾照六个月内 下回可以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最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俱缘逃逸 重罚加扣照 致死伤吊销驾照 内政部接着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国劇专项股票8月7号 当时在高档402 告诉你要卖 你跟着卖就对了 你可以避开82块钱的风险 8月4号掉到320 我有告诉你390买吗 370买吗 350买吗 没有 等它落底的来到320 机会来的国劇 看我要做价差 看我要做波段 倒定年金 没有错吧 重点是你要 这一段的风险先避开 很多朋友做股票 你一定有赚过钱 但是你了解的时候 会不会赶快做撤出的动作 有没有将你的风险 你的一个停损机制设好 那太重要了 不过每次贪都赚一点点 那之后的 撤出车 很多人都是犯这种毛病 看高档 不够一次输的钱 所以清老师 在避开一档股票的风险 你有没有共读 402卖掉的国劇 我就等到8月20号 这个320机会来了 跌升最大利多 开始做操作 国劇接回的动作 之前做了两趟价差 没有错吧 做了两趟价差之后 上礼拜是 338做买回的动作 是时间交易跟你对过了 礼拜是买一次 礼拜五呢 338再买一次 礼拜五的一个国劇是跌 收盘几块钱 收盘340 跌4块钱 你敢在上礼拜五的国劇 回档修正 赚再买帮吗 什么是反市场操作 什么是低接的动作 竟然是 有没有落实我的操盘心法 难道我是讲一套 做一套吗 所以上礼拜五的国劇 一样回档修正 来到340吗 跌4块钱 我一样告诉你 338可以低接国劇 两次的买点都在338 今天国劇没有338了 今天国劇呢 来到351了 你自己看一下 他支撑有没有垫高 支撑有没有垫高 这边卖402 打下来这边做两次价差 那这次有没有破断 这次有没有破断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另外一档高价股的环球金 赚超过三个股本 8月24号达到360 收缴只跌大胆买 等了他好久一段时间 3713做买回动作 环球金 涨到403 高低点43块钱 回档修正呢 8月28号他跌啊 跌到390啊 我说跌得好啊 诸如同我昨天 在分析 联马克一样嘛 昨天联马克开高走低 投资面最怕开高走低的盘是 好像还会再跌 对不对 好像会跌停板 昨天大盘也是一样啊 开高走低啊 你是不是超来蛋 怎么办 昨天盘很不妙哦 是不是 然后昨天晚上 美国股市又不开盘哦 那盘可能会连续中错哦 整理盘的架构 他给你的机会 叫做急跌站在买帮 昨天林马克我怎么分析的 今天林马克他怎么走的 嗯 是不是 所以当时候环球晶啊 黑鸡棒 跌下来 跌得好啊 洗下 就会往上走高 这是盘的一个脉络 个股的一个操作 他们下来让你买 你这边没有买的 这边都是你 再度上车机会啊 有没有 真的下来了 还有低点吗 388 再度的上车 上礼拜 来到387 多给你自己低级的机会 最低点不会来了 360这个位置不会回 回去了 他回不去了啦 所以我告诉你388 387 这两次都是买点 最后洗盘的一个位置啊 所以整一个环球晶 今天396.5啊 整理完之后还会再涨 方向没有改变啊 方向没有改变 整理完之后还会再涨 所以跌得好的情况之下 逢低当然都要 赞赞买方 OK吧 赚三个股本呢 这是一档漂亮的机油股啊 环球晶 我以前的丰功伟业 老同学应该很清楚 很少失误 文贸赚超过股本的 上礼拜我告诉你 来到相对抵挡 趁大盘重做买 上礼拜我盘是不是压回 盘跌了120点嘛 没有错吧 趁大盘重做买进 这种超过一个股本的机油肾 那今天的文贸呢 十字转折 十字转折啊 我认为还会再涨 正让完还会再涨啊 很清楚的脉络啊 所以股票有时候 在一个霞幅震荡的过程当中 你就逢低找买点 但你要确定它还会再涨 如果还会再跌 当然是随时都要做撤出的动作啊 所以 大盘你如果看得很清楚啊 我相信这个盘 虽然操作难度有点高啊 不像之前那么好操作 之前 这边跌了663点嘛 当天融资断了55亿 我说这是一个洗牌买点啊 买来之后连涨4天 第5天我告诉你要剪码 这边是最好赚了一段 但是过去了嘛 过去的丰功伟业 我就不喜欢再拿出来摇旗呐喊 其实没有太大任何意义 那只能佐证 清老师的分析的功力 是值得你信赖的 对不对 这边剪码嘛 上上礼拜五开始震荡整理 我就跟你说会震荡整理嘛 到今天为止还是在整理啊 没有改变啊 那震荡整理盘 急涨急点反向操作啊 杀下来 杀下来 站在买方啊 该剪码的 清老师一定带你安全的一个下车 好不好 所以这档红杰科 八月云收四年半以来新高啊 这边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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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上礼拜五来到85.1嘛 一样站在买方 我给你三次的买点 都是在他回档的时候 告诉你可以买 还记得吧 还记得吧 对 这应该不用再拿出来 是不是 我要给你的方向是会往上啊 所以上礼拜五85.1 第一档区的红杰科 站在买方 今天的红杰科呢 几块钱 88.2啊 十字 转折 我认为还会再涨 杀下来 这些股票基本面都很强 那有时候 因为盘氏的关系啊 或许不会马上一杯冲天 但是 但是 只要被我抓对了 就很容易看到涨停板的利润 比如说今天的国光升 很精彩啊 对 等了他两个多月 我一直在看 什么时间点 下去考慰国光升 新冠疫苗的甘霖股票 下去做承接 那个动作 会立马看到 一个不错的一个绩效出来 立竿见影 是需要专业的 你现在画画了 所以你过去 什么时候看到 我在分析国光升 或者是在推荐国光升 没有 今天这种三角形收令形态 刚突破又出量 当然可以买啊 是不是 国光升啊 9点39分 告诉会员 新冠疫苗概念股票 强势整理末端 7次附近买 过了两分钟啊 你们看41分嘛 把这档股票卖掉 资金转买国光升 卖出一档换一档 这清老师给予会的承诺 给你的股票三档左右 股票不会动 我带你换换到 强势的机油股了 所以9点41分 我把国光升股价印下来 73块半嘛 你去对价 74附近一定买得到 大概都买在73块半 73块6啦 就买在这个位置 买完之后 一样都在74以下 尾盘慢慢拉高 有没有工长庭 来到77块9 这边买的 有没有赚超过半根 大盘的一个结构 所给你的是 操作难度比较高的整理盘 但是没有关系 你看得懂盘 你看得懂策略的运用 今天国光升 清老师一样帮你赚涨停 所以还有一档机油股 他今天跌 他没有涨 你看一下他是黑黑棒 黑黑棒代表这档股票是跌的 跌哦 清老师最喜欢在一档股票 回档来到相对低档之声 告诉会员站在买方逢低成绩 他每月零收 从今年度的一月份 到现在最新的八月份营收 跟去年比较 多年成长两位数字 至于高票 我之前操作过了好几趟 老同学很清楚 我的老会员也很清楚 之前操作过了好几趟 龙探勤也 现在你们看到 我等到他回档修正 这回档修正的ABC波已经走完了 那现在慢慢的跌高 那今天刚好回档修正 赞赞买方逢低买 不想如何操作强势机油股 欢迎你加入庆老师的行列 从明天我们一起来对时对驾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水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杀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轻装版 简单一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利器 艺术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三线 0800-868-365 0800-868-365 程度顾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历经多次万点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盘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冻住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尽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晓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货路上的 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再见 0800-868-365